以前哪有人要賣菜 我觉得有那么多书卖菜要看 现在也不是大家读了书觉得要买菜 可是读了书我没有事做你知道 大王王福玉在花莲住下后 因为看到农民的需要 发起在地食物共同购买 成立一个能够支持农夫 又能让更多人吃到健康新鲜蔬菜的大王菜铺子 透过与小农合作 定时采收分菜以及配送 让住在各地的人都有机会食用健康无毒的蔬果 也能让你我成为支持小农继续耕作的动力 前期的困难是摸索而已 自己在摸索 应该没有把菜送好 现在把菜送好都不太行 因为没有钱 我搬过来这里有时候这里非常的破烂 我怕了就这里 其他工夫不讲 我怕了一百多万之 而且我们是用猪的 然后猪人就很疯了 对 看到我就叫我疯了啊 对啊 我确实是一个很疯的人 我讲做什么就会做啊 就好像明天要指教一样 今天怎么可以等待 没有等待啊 怎么能等待 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 大王菜铺子在成立后 更推动了鱼日农夫 农法学堂 及生活讲堂等各种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亲自体验大自然的美好